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 两座战国时期的王族陵墓得到了及时的发掘 而中国历史上一个神秘的小国也因此揭开了它的面纱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 由于史料缺乏 中山国的历史一直扑朔迷离 关于它的建立过程更是众说纷纭 那么中山国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而在中山国建立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公元前506年春天 此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晚期 在今天中国河南省洛河市的少林区 一场盛大的集会正在进行中 各国诸侯聚集到这里 一同讨论征伐楚国的事宜 而这次集会的起因是源于蔡国的国君蔡昭侯的请求 原来三年前蔡昭侯在朝建楚国的时候 因为不肯向楚国的全臣行贿 而被无故扣留了三年 于是当饱受屈辱的蔡昭侯终于能够离开楚国时 便立刻请求晋国出兵楚国 帮助自己一血前耻 然而让蔡昭侯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次集会中 晋国的全臣寻吟同样向他索取贿赂 而这一次蔡昭侯同样选择了拒绝 寻吟恼羞成怒决定阻止法楚 于是他对晋国的另一位全臣犯献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在中国史学名著左传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不过很多史学家们的关注这段史料 却是因为这是中山国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中山国位于今天河北省的中部 它始建于春秋末年 在战国中期达到顶盛一度位列战国十二强之一 在史料中 关于中山国的记载简略而临散 因此留下了诸多历史谜团 其中有一个问题最让人关注 那就是 这个似乎是平空冒出来的国家 究竟是由谁建立起来的呢 第一种说法认为 中山国是由春秋时期活跃于 湖陀河北的鲜鱼国更名而来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 中山国是由陕西北部榆林一带的 狄族部落东迁而来的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 中山国是周王朝的封国 但最后一种说法的谬误比较明显 因此争议更多的 还是在前两种说法之间进行 鲜鱼是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敌族的一支 在春秋时期力量逐渐强大 由于鲜鱼部落的活动范围 和中山国的疆域都在今天合作 您说的是 中山国的地区 您的支持 维受所在顺利的 各方面的 对 讯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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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雨连绵 瘧疾流行 让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中山人参与法处 会让中山不战而败 从而失去了中山的支持 因此中山不但不是与晋国为敌的先鱼 反而是晋国的同盟 不过虽然中山国究竟是不是春秋时期先鱼的延续这一点 还不能肯定 但它无疑是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 而在河北博物院中展出的众多中山国文物中 我们也能看到不少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特征的器物 比如这件胡福永同气族体现的就是敌族武士的形象 而我们从这些玉雕人像中 则能看到敌族妇女独特的发饰 还有这个金器 那虎牌 虎形的牌丝啊 还有金石做的那个万事啊 等等对吧 这都属于北方民族特征的东西 还有一个铜器的装饰啊 形状啊 它做成了好像七马民族啊 说有的那个落袋纹啊 那种像葫芦似的 它装水啊 皮囊啊 喝着葫芦啊 那种形状的东西 它都有一种北方民族的那种 过去遗留下来的这种意思 从建国开始 中山国的处境就令人担忧 它屡次遭受到来自外部的打击 甚至一度消失在史书的记载中 而其中的一次战争啊 就和巡淫有关 这又是怎么回事 公元前491年 中山国的境内迎来了一群狼狈不堪的人 为首的两人曾经在晋国畏高权重 此时却如同丧家之犬一般惶惶不爱 而其中的一个人就是巡淫 巡淫又叫中形淫 出身晋国六亲家之一的中形氏 由于对在晋国执政的另外一位权臣赵央不满 巡淫联合六亲家中的范氏一族 开始与赵央代表的另外一部分权贵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就是晋国历史上的范氏中形氏之乱 为了削弱晋国的实力 中山国和齐渭等国一起 公开支持巡淫等人向赵央发动战争 然而是与愿违 赵央所代表的政治势力 在晋国早已得势 巡淫等人即使得到了来自其他国家的支持 最终还是落败 只得狼狈地逃到了中山国 巡淫出身的中形氏 世世代代都负责为晋国征伐敌族 而作为一个由敌族部落所建立的国家 中山国无疑 巡淫有着血海深仇 然而为了削弱晋国 中山国不但在晋国内乱时支持巡淫 甚至在巡淫落败逃难时 仍然接纳了他 然而中山国的这些举动 显然是对晋国政局的干预 对晋国来说 特别是对执掌晋国的赵央来说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于是很快 这个小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公元前489年春天 赵央率领晋国的军队 进攻中山展开了报复 关于这次战争的规模和结果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但此后的20多年里 史书上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中山国 可见这次打击对于中山国来说 实在是很沉重 当然像这样的绝境 在中山国的历史上 并不止一次遭遇到 而失去历史记载的情况 也一再地发生 公元前414年 中山国在沉寂的多年之后 再次出现在史书中 因为这一年 中山武功出力 中山武功是中山国第一位 有文献记载的中山国君 也是第一位被称为公的中山国君 在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起之一 《奎隆文克明清同方胡》上 就记载了中山国的王室世系 世系中没有提到早期中山国的情况 那么在他所提到的王室世系中 中山武功是第二位国君 关于中山武功 历史记载并不多 他率领国民离开平吉的山区 向东部平原迁徙 建立新都 也仿效华夏诸国的理智 建立了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制度 是中山国历史上 比较重要的一位国君 早期中山国的历史 在史书中的记载非常简略 因此充满了谜团 而随着中山武功建立新都 中山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能一帆风顺吗 下期国宝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中山国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